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 開燈 開始了 來我們先這台車先介紹一下 Jagra 然後2.5T 這個是它車子的型號 XF XE 還有現在有休旅車 所以它的型號還蠻多的 這台車比較特別 因為不像一般雙B的車子 滿路跑 所以經理來介紹一下 這台車的車內的一個高級感 跟各位來做個分享 好它很特別的地方 好像這台車 它的一個 這裡這裡拍得到嗎 補個燈 像這裡這個排檔的機構 就跟現在的Focus有點像 都是踩一個旋鈕式的 所以它的車內的氛圍 像用料的部分 也都相當的不錯 這個跟經理車上的還蠻像的 質感蠻像的 類金屬飾紋的一個飾板 三幅的方向盤 比較跑車化 這個椅子也蠻好做的 它的椅子是有 有一個腰部包覆的一個效果 我在找這台的 是不是有通風儀 像這個椅子的話 如果有通風儀的話 在台灣真的非常好用 像我們公司的四層車 CAMERY的3.5Q版 它的就是有通風儀 還蠻好用的 好這個是車內的介紹 那我們來介紹重點 今天的底盤 我把燈拿下來了 這個車子很漂亮 其實像這樣子 比較高檔的車子 關門的感覺 就不太一樣 像前幾天經理 有看到一個 好像是宜辰 廖宜辰 他有介紹那個 GR Yaris 但那台車 他所陳述的重點 是在於他的Rally的操控 並不是 像這樣子 比較高檔一點的車子 會在意很多的細節 這基本上就是一台戰鬥機 好那這台車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原廠的避震器 我把門關好 好 好 他原廠的避震器 前面的 是一個 雙A的懸吊系統 像這個 用這個懸吊系統的話 其實我自己認為 因為經理是做底盤出身 所以像這樣比較高檔的車子 前雙A 這個是應該算是標配了 因為 雙A它的 操控性的話 當然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雙A懸吊 它的 所要營造的周邊的零件 也蠻多的 像我們很早期的時候 CIVIC的K8之類的 EG1K 它也是雙A懸吊 可是雙A懸吊 它周邊的零件 就沒有像這些的車系 高檔的車系 用料用那麼好 像這個的話 或者是雙B奧迪的話 基本上這些連桿的機構 都已經是把它輕量化 做成鋁合金的一個配件 所以 才能夠讓它 輪下 彈簧之下 黃下重量 能夠減輕 好這個是前面的 一個避震器 前面是雙A的懸吊系統 那後方的話 比較特別一點 後方 除了多連桿的系統之外 它的支幣啊 很多的用料 都是用得相當的不錯 都是鋁合金的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這個後方的彈簧這麼粗 後方彈簧 棒數還蠻高的 那 上 上小 下進的話 是做比較大 下進做比較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不對不對 這個是下方的 下方比較小 上方比較大 這個是這一台 這一台這麼高的 後懸吊系統 那上座的話 它的上座一樣 有一個還蠻大型的上座 很大一顆 所以上座的部分 需要沿用原廠的 它的 筒聲 行程話也不是很長 但是重點來了 來 我用我的體重 下壓它的鼠泥 壓不太下去 這個跟 這個比 冰式的 W205C300 或者是GLC AMG的 還要更硬 好 這個阻尼超級超級強 那這樣的阻尼 有一個好處 也有一個缺點 所有的事情 其實都是一體兩面的 這樣的阻尼紙 在 140、160以上的高速 遇到坑洞吸附的感覺 非常的棒 因為它 它抑制的 彈簧會下壓的一個幅度 然後它的 往上拉的一個力道 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強 這個阻尼 就比較接近像是 競技的阻尼 或者是拉力的阻尼 那通常 比較有在跑拉力賽事的 或者是我們在賽道上 經理幫很多的車手 做設定的一個阻尼 它的阻尼紙 就會做得很硬 但是彈簧 並不會配得很硬 那這台車的阻尼紙 做得這麼硬 剛剛說到了 160、180 時速高的時候的 阻尼一直很漂亮 可是 台灣的道路品質 並不是很好 所以在低速時候的 回饋感覺 就會覺得比較癲 這個狀況在 韓系車的 Elantra AD 渦輪版的Sport上面 也非常的明顯 那這個是 目前 歐系車的一個 阻尼的一個趨勢 所以 有好處 當然也有缺點 所以這台車的阻尼值 經理把它設計成 如果調到KT工的30段 大概在第八段 第九段的時候 它的阻尼紙 設計的是跟原廠一樣的 這個是 我後面的阻尼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KT 裝上去的樣子 它的有很多的連桿結構 都是鋁合金的 這支支幣 也是鋁合金的 這個 最下方的這個 整個一整塊的一個下盤 也都是鋁合金的結構 下連桿也是鋁合金的 全部都是鋁合金的 所以它的用料跟奧迪 都是相當的接近 好 那這個彈簧 後方的話 我們配置也是磅數比較高 10公斤的彈簧 調整機構坐在下方 這裡調整機構下方 還設計了一個橡皮 給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這個 要把它稍微掀開 才看得到它的後上座 這裡還有一個LOGO 你看喔 這個是LANDROBO 這個零件 我猜啦 應該LANDROBO 也有車系 跟Jagra是有共用的 因為這個狀況在VAG車上很常見 這個車系不是VAG 可是它這兩個 也算是一個集團 也有共用這個零件 好 阻尼調整 軟硬度調整在這個地方 OK 後方的話 拆裝也還比較耗時一點點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所以後面的話 阻尼大概第八段之後 KT的設計就做得比原廠硬 如果到了第三十段的話 阻門全關的狀況之下 大概比原廠硬的大概60%左右 所以這一台的阻尼 後面的話 KT也做得還蠻硬的 最軟可以做得跟原廠一樣軟 好 這個是前面的一個懸吊系統 前方的話是配置14公斤 14公斤 那很多的車友會問說 怎麼會配那麼高配到14公斤 因為這個懸吊系統 它是雙A懸吊的 跟我們一般常常在介紹的日系車 或其他車種的7公斤燈籠狀 它是完全不同的 它的懸吊機構在比較靠近內側支點的地方 所以原廠的公斤數其實就不低了 所以這一台 我們前方的話是配置14公斤 那還加了一個輔助彈簧 這個輔助彈簧 有的會稱無效彈簧 其實它真的沒有什麼效果 它的用力是要補正這個彈簧不足的長度 所以這個彈簧它是沒有K值的 其實它有K值 但是隨便車子一放下來 它就已經全部都叫密鑿 全部都密在一起了 所以它是沒有效果的 好這個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那可以看到像這個 這個是前面的防晴感 超級粗的 因為這個是雙A的懸吊 就跟賓士的W205 W213一樣 前面的防晴感都特別的粗 所以操控也自然會做的比較 銀河性能車的一個設定 好那像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車高感應儀 我猜這台車應該有可能也有氣壓懸吊了 那如果可以選配的話 這台車也可以選配氣壓懸吊 那這個的話跟氣壓懸吊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在感應它前方 一個機件幾何機件的一個車高 來對應它的一個大燈的感應位置 或者是原廠的話 如果是氣壓的話 就會要感應這個的高度 來了解它的車高相對在什麼位置 這個前面懸吊真的跟賓士的W205很像 有上座有三顆螺絲 KD的話有附螺帽 有附上座 那上座的中間 這裡有一顆旋鈕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從這裡 這現在都已經渦輪化的引擎 這個應該是直列四缸是不是 因為經理對Jagra的引擎 比較沒有那麼的熟悉 我看一下 應該是2500cc 這個是2000cc 這台是2000cc 那如果2000cc的話 應該是直列四缸的渦輪引擎 其實這個都還有動力比較大的版本 好 那Jagra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那如果有想要試乘 像我們公司裡面其實也有提供了 相同車 不相同底盤 像W213的話 其實它的底盤結構前面也是雙A軒調 後方也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懸吊系統 還蠻接近的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歡迎來做試乘 那KT的用料也相當的不錯 像是裡面填充的主女友 是填充義大利IP的主女友 使用的是日本NOK最棒的一個遊風 所以KT的品質相當的不錯 那如果經理有遺漏介紹的地方 都可以實訊我們小編 好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